大家盼望已久的CAT姐姐又出场了 今天是游小吻大战CAT姐姐 顺分的玩法三吻CG 游小吻开场用罗伯特作为首发对抗CAT姐姐的东上 看这一局这两个角色都是连招超秀的角色 谁能抓到首次机会才是关键 因为98C基本上就是两个机会可以带走 圣龙取消奔了气赚了一球 罗伯特也是很快速的用一个圣龙顶了出去 并没有面对冬的压制无能为力 还是选择了主动出界跳CAT飞向脚空中斯利斯斯尔里亚 这一波如果不失误完全可以把CAT姐姐的东上给带走 中间中短给它个图比亚 看能不能挤满一管气 空中跳CAT图比亚图比亚两次 图比亚两次之后不接圣龙了吗 有点乱啊 帽子有点乱 轻腿两点打击头开始了 东上也开始了 一波取消死亡龙卷风可能落地会接 哎 没有接 他选择了中间取消 好吧 这样的话就省下一颗气来 今天来到游小文 下一个角色 东张确实够狠 你们看神乐千鹤 神乐千鹤的精髓 自在于封印 虽然说封印时间短 但是那个时间段 还可以很快说压过去 东张又开始起手了 哇 这一波可没有那么简单了 因为是超不下起手 中间滑蝉打击头 再来一波取消 两波大招之后 中间再做取消 50多年了 上了取消 虽然封腿中了梯 两段中了梯 散电梯飞行 确认死亡了卷风 甩晕了 骑士连军 晕掉以后继续打上一套 完全可以带走 不用慌的 一个东张杀到了游小文 最后一个角色 今天这把抢三 感觉CT几时碾压之时 先来看游小文的威斯 现在东张又爆一气 还爆气之后 威斯寻找机会 东张 发东张很慌的样子 中了梯 一脚踢飞跟卷风 后车过来跳三地 飞锡确认 结死亡了卷风 威斯闪到背后给他一脚 上去咯 撞 连刀腿 空中CT连刀腿 空中接一发臂 杀戏 还是日枪连招 这波CT有点慌了 我们接着看姐姐下一个角色 先来看她的板翅梁 第四个角色 板翅梁看这局怎么操作 板翅梁首先轰凯 魁斯也是紧跟着爆气 板翅梁轻腿重手 板翅梁也天地霸王群了 晕掉以后 刚对地发波 战利权吸住 肯定抢反 其实刚才板翅梁不全力以赴 也是预防对手 枪反 升龙打击头 挑战地 展露权没击乎 距离太远 距离太远 威斯再寻找下一个机会吧 板翅梁一直在想下半几手 其实现在板翅梁胜 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对手没有了枪反 板翅梁只需要一个机会 一拳手呢 可以起飞吗 青腿点杀 飞翔脚 接一发波 带走 CAT姐姐拿到了第一份 接着看第二局 第二局啊 优消文 接避了 这局优消文来看怎么样 CAT三文随机 这一把魏斯 又随机到了魏斯 姐姐呢 这一局随机到罗伯特 作为手放 雅典娜手底 雅典娜和尤莉 都是CAT姐姐比较喜爱的角色 现在优消文用安迪手发 双方想对波吗 这是 青腿中角飞翔脚 距离太远 青腿中角接个波 好 进攻依然是不可抵挡 骗出来生龙 生龙 骗出来生龙 为什么你也出生龙了呢 那么安迪给两次生龙 双生龙之后青腰点杀 中断 别倒 这个属于意外 他应该是想捡起来吧 超杀 捡起来 用不到捡了 已经没血了 这一局姐姐罗伯特 手发好像有点吃力 现在来看他的游丽 游丽是直接暴气 暴气 得到下方 哇 刚才青腿点到之后 没有连上 可惜了 一个一套再走机会 这么白白浪费 安迪呢 得反生位 生龙对空 反生位 跑跑 游丽的气马上要消失掉了 消失掉了 还是 反而中了安迪的超杀恐怕力弹 一波塞地 两波塞地 大招 抬一抬 现在姐姐剩下一个 雅典娜 那个雅典娜能不能火力全开 能不能行 首先对波 接着就是暴气 暴气时候能不能吸一下子 凤凰之剑 对手反身了 雅典娜 下巴两点 直接开超杀 中间断招 凤凰之剑落地 波波尔街 塞地 一次 两次 凤凰之剑再次给他一个推 生龙取消凤凰 波波尔街 一个生龙取消凤凰 凰凰街 生龙 安迪 直接交代了 而且是泡废 看来雅典娜有反增之势 下面看游销稳的 威斯 雅典娜是直接暴气 威斯还想冲过来 雅典娜就用波 吸 吸住了 塞地取消凤凰之剑 给他一个顶 波 波尔街塞地 一次 两次凤凰之剑再给他一个顶 凤凰之剑 超必杀乱舞 看来是准备一套带走了 没有血了 突然 突然发现雅典娜的伤害真的好高啊 现在游销稳还剩最后一个人了 长腿长手的红丸 试图闪电梯 好一下子啊 哎 轻角重手闪电三满梯 雅典娜直接抢反 把他刚回地 其实啊 这个连招是带入到抢反里面去了 可以看出刚才不掉血 姐姐太急了 再等一等 可能就不算了 哇 两发大发电者 这句姐姐危险了 现在他有武器在身 抱一切 轻腿七手连不住 好 防下把防得很好 现在不妨熬一个凤凰之剑 背水一战吧 姐姐 要不要背水一战 现在塞地姐姐 冲出来 跳开地来一钢钱 背水一战并没有成功啊 比分现在是一比一 游销稳这局操作还是蛮稳的 那么来看第三局 第三局呢 塞地姐姐继续三满 红丸 特瑞 加上一个夏二米 现在游销稳呢 用谁手发 他用了一个神了千和 做一手发 这局情况如何 手开生龙嘛 主持 虚晃 主持再怼 连怼主持 这个夏二米呢 也是一只CD福利角 其实刚到到CD 就可以接一个转腿 这也是夏二米的好处 哦 转腿了 真的转到了 板边开大 并没有开 而是选择了片抓大招 CD的迷子操作 哎 两点接一个提 又中了 板边继续抓 抓过来给一个夏二米狂欢 可以带走 问题不大 接着看游销稳下一个角色了 第二个回合 游销稳他的哈伟地出马 奥伟地拿后 好的 打到中段 直接开脸 板边开循环 上必杀了 好的 浮空 跳CD 同一拳 接必杀 炮拳上了 再来一拳 炮拳上了 要不要再来一拳 再来一拳 感觉更过瘾 同一拳 晕 晕掉以后躲过圆柱 哎 躲过圆柱 夏二米突然醒过来了 晕得不够厉害 哇 这个炸也强制抓住了 清水击手 接一个转 打点很高 空中一夹 很花式了 像跳舞一样 这夏二米用的 然后又一发夏二米狂欢 游销稳表示有点扛不住了呀 落地飞过来给他一夹 后面游销稳生一滴血 晕了 没办法 这夏二米在跳舞中就可以把你拿下了 第三个回合游销稳他的宝子 宝子走起来吧 先踢脚跳特地 又哈压 姐姐必杀上 好的 前面来到CAD姐姐的下一个角色 这一次直接打出抛飞 第四个回合 来看CAD姐姐的特瑞 现在特瑞直接发波 再次发波 宝子爆起以后 特瑞两点滑铲 推 两点滑铲子 准备寻找机会 倒月梯又中了 你像呢 冲过局龙 躲过你像了 铲子轻退起手 优哈压掀起发动 带来个优哈压 上山虎下山虎 打上一套 很过眼 但是这已经是游销稳最后一个角色了 所以说他这一局 他必须好 他必须拿下特瑞 没得选择 姐姐也剩下最后一个角色 来到第五个回合 来看CAD弟弟的红丸 抱着这亲手起手 红丸爆起 清腿之后 优哈压 起身 想打压 不料被红丸爆了过来 大发点的就开息了 清腿到角落 再捡一个C头 红关头 哎呀 那就再来闪地闪踢吧 来钢前 飞锡 底下 用红丸啊 把这个豹子折磨的有点狠 比分现在来到1比2 姐姐领先一分 来看第四局 游销稳能不能拿到他的第二分 三吻的话 感觉游销稳是不需CAD弟弟的 虽然说连招没那么花式 但是强度还是有的 这一局随机到了老卢 老卢操地精 加一个切甲手 看这局情况如何 哇 八神清腿七手 这局开脸 抓挠生龙 取消 区发三师的角落 底部再跟上 哎 跳 下中角 骗抓血风 这让对手慌了起来啊 现在八神 啊 这个直跳百合得 就等着切甲手闪身了吗 一次CD 两次CD 三次CD 底部跟上 葵花三师接 必杀 上了 这个正跳百合者 有点拿捏了 直跳百合者 众所周知 CT级的八神呢 要么就是很猛 要么就是被打得很惨 看来这局确实很猛 两个极端的操作 前面看刘销稳的草地精啊 八神想清腿七手 草地精快速压住 清腿七手 光咬独咬 七十五十改 一次两次 天悦阳 棒 其实啊 即便是打满 这个伤害也不会太高 草地精 本来就不高 草地精的伤害 现在又来一场 那这一下 还是打不死 这一套打过去 即便接个大蛇蹄 即便接一个盗生龙 接个无视 应该还是打不死 还有一滴血 但是已经晕了 啊啊又踢了一脚 八神已经晕了 刚才都没办法闪身了 第三个回合 解决他的洛奇啊 这一个高爆发角色 现在洛奇直接抱起开旋风腿 这就被点下青角了 其实不是改 青角点一下旋风腿又开 草地又开荒咬 洛奇几个闪身重招 青腿点杀 荒咬毒咬草地精 要干嘛 现在洛奇继续跟上去 哎 被抓了 青腿点杀 大蛇蹄烧 好洛奇这一脚踢得漂亮 再来一脚 飞席第二段没打到 但是对手也没有闪身 青腿又起手了 点到就是脸好稳 优小稳确实够稳 带走 现在CAT集结还剩下最后一个人 游力 B4个回合要来了 精彩的要来了 现在游力啊 快速跑过去 来一黄泉 凹不到 青腿旋风腿 凹不到 距离太远 他并没有接 选择比较稳的打法 青腿旋风腿 这一下连到了 飞翔拳 落地胜肉取消 旋风腿飞翔拳 再掏一个飞也 不黄角 其实这个飞 飞翔拳之后又接招 这个骑车方式还是很少有人接的 很少有人这样接 第二个回合 又消耗的卢卡尔 现在卢卡尔啊 后撤 爆气 游力 中招了 CAT两次 搬越 抢反交了 好 搞出来卢卡尔的抢反 但是卢卡尔又爆了气 有 小吻 请着宣布 游小吻的 老炉要没了 其差一招啊 其差一招 最后可惜了 被姐姐搞了个三比一 结束了战斗